大家好,我是Kerry李若帆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对黄金的看法 近期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黄金自从年后创造去年3月以来的高位 2070美金每盎司左右之后 明显回落到1900美金左右的水平 主要是因为美金或美国的实际收益旅游的低位反弹 背后的原因是 市场看到美国的经济数据做好 联储局的一些官员 包括主席鲍威尔都不断强调 他们仍然计划进一步加息 甚至可能加息两次或以上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市场重新增加对联储局加息的压注 直接带动了美金和美国实际收益率的反弹 这个对于以美金计价的黄金和模式的黄金来说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利淡因素 但未来怎么看的话 我们可能也继续留意美金和美国的实际收益率如何走 短期内的话 我们看到这两个仍然有一个上升的空间 主要是因为暂时市场只是觉得联储局会加息多一次 这个与联储局的一个计划有少少来差 如果未来的数据支持联储局进一步加息 同时市场增加对联储局加息的压注 不排除美金和美国实际收益率的上升 令到黄金短期受压 但在中长期来说的话 我们觉得联储局加多一两次息之后 可能数据开始反映高息的一些滞后影响 到其时市场可能又重新对联储局减息的预期升温 美金和美国的实际收益率 亦都有机会由高位重新回落 重而利好黄金 其次的话 我们看到ETF持有黄金的一个量 亦都是出现了一些回落 但还未回到之前的一些低位 重新上升的一个空间都仍然存在 尤其是未来说通胀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回到2%的一个央行目标 另外市场亦都开始看到一些全球衰退的风险 再来的话就是一些地缘政治的风险 对一些投资者来说 持有黄金都是对冲这些风险的一些比较好的选择 还有一样东西我们看到的就是各大央行 是不断去分散投资 在这个过程当中 持有黄金就是他们的一个选择 今年第一季各大央行的一个黄金持有量增加了不少 亦都是创造了有纪录以来最大的第一季的增持量 未来的话我们也看到可能各大央行会是持续增持黄金 中国央行亦都已经连续7个月买入黄金 在这个实际需求来支持下 黄金亦都有机会向上 暂时来说我们估计黄金可能会在1890 1860美元每盎司的水平有支持 如果说未来一年的话 重新回到2050美元每盎司的高位 亦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今日对黄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下一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对人民币和日元的看法 因为近期两只货币都明显受压 相信大家都想了解两地的央行或政府 有没有机会进行干预 干预之后两只货币有会议点下 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